这是长叶蜗居的这个菜叶 直接把它扔掉了 菜叶很快就 在煮的时候把它外边绑皮起来了 就得扔掉 这个西红柿里扔了 烂了没时间吃 哎呀太忙了 瞎忙 这是煮的猪肉 表面凉了之后 表面就能有猪油嘛 把它撇出去蒸掉 这种是非常造成血栓的 非常容易造成血栓的 把它扔掉 扔的可降解垃圾桶里 猪油啊 这个不要吃 看烙完了 第一次这个猪肉 发的这个熟猪肉 这个煮 之前煮完之后 这个油就给它 比出来了 把这个猪油 扔在菜叶桶里 你看这个白色猪油 扔它可降解垃圾 蜗巨蜥煮着吃 把这个核桃吃了 这个甜的不错 甜的可以长口很大 日本生产的 写一个纸片 在车库的二手销售买的 一个特别高的 一个老外的家买的 甜的不错 一家就把核桃家 所以又吃的原葱 原葱就个猪肉 把原葱鞋吃了 又吃了好几个橙子 还不错 这伙食 把这个西红柿吃了 这个还没坏 唯一没坏得吃的 熟了 吃 菠菜两三天了 也能吃吧 不太新鲜的也能吃 菠菜 台里发姆斯 Aeroyal Grandy 加州 美国生产 吃 吃 起它这个根 看 叶前不洗 根本都是土 没办法 摔几遍 拿这个小茧子 把这个根 这块 剪掉 对 有土 剪完了 然后用小罩 里边捞出一蒸 把水下到一道 对吧 这个再洗一遍 拿筷子这么一剥了就行 这么洗吧 土就趁底了 一遍就行 在煮的时候 它也是 有些土 在锅里就趁底了 对吧 菠菜 大理水手 菠菜里面 好像好多草酸 必须得煮 把这个草酸 融解于水 对吧 不是有人说 菠菜跟豆腐 吃最好吗 不知道 也有说 菠菜跟豆腐翻向的 反正 哎呀 我就直接煮了 刚才吃的是萝卜 厂业萝卜的心 现在吃菠菜 还有香菜 香菜可能捏不坏了吧 没过程上吃啊 刚过两三天 它也过程上吃 应该当天吃 只有叶菜 当天不吃 第二天就黄 第二天就黑 哎 再捞出来了 其实没丢丢 煮完之后一坨 刚才菠菜吃了 香菜有点烂 窄不窄不也能吃吧 也可以吃吧 香菜 萝兰丑 萝兰丑 香菜 这也是加州生产的吧 对 还是冷漠生产的 加州的应该 给它摘不摘吧 当时没吃啊 这碗就得当天吃 这个就扔了 摘不摘吧 这个扔了 烂的或者黄叶的 这个喜别喜别煮吃 这个筷子给它搅搅 这个已经不太绿了 有点发黄了 但是没烂 烂的都摘掉了 给它这么洗几遍 一煮啊 今天吃的青菜不错 吃的菠菜 吃的萝莓芯 还有香菜 这才健康嘛 对吧 要不然就扔了 之前全扔了 太白假 太白假 都扔了 洗的一遍了 再洗一遍得了 第一遍洗的应该是 别的烂点菜 黑的那个绵艳一样的东西 第二件 漂洗就好了 直接可以煮 因为在锅里煮的时候 算是洗 你快可以洗 最近凉水洗 洗的时候 用那个筷子这么搅了 是吧 比方用手 用手扎手 用筷子搅了 这么一点点的搅了 把香菜 这儿的一些土 沙子 都蹭在水底 洗了洗了 洗完一煮 吃啊 这里有草酸 香菜就一丢丢 哎呀 一口 我明白为什么 老美这边餐馆 卖那个生的这个色拉 生的 熟了之后是太少了 它只能卖生的 十了八壳的 买卖一大盘 其实很少 煮熟之后 就浓缩了一煮